最近几年凭借着好先生恋爱先生一路繁华相送的一系列电视剧 江书颖在观众心目当中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她也一直是奋斗在片场 对于演戏她有着满分的热情 就像演员来说我们是迎评的设计师一样 我们对于每个角色也是希望赋予她灵魂 出道13年江书颖为观众带来了20余部的影视作品 对待每个角色她都十分用心 今年年初她搭档李义峰拍摄了电视剧在纽约 而上个月她和杨阳的新戏《全职高手》也刚刚杀青 刚刚拍完戏然后现在在休息的阶段 觉得演员来说还是需要去充电的 这样也可以为下一个角色做准备 在电视剧《全职高手》中 江书颖扮演的是善良率真 嘴硬心软的网马老板娘陈果 其实扮演这种外强中干的人物 江书颖并不陌生 《恋爱新生》中的罗岳就是个相似的角色 不过小江同学对自己之前的表现并不满意 像之类的角色我之前有扮演过 都很失败 但是我总觉得一次失败两次失败 不能因为失败就不去挑战了 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太去重复很多 以往大家觉得还蛮成功的角色 我还是喜欢去挑一些自己的软肋去尝试 然后去挑战一下 表演科班出身的江书颖对表演非常执着 希望竭尽所能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眼下戏也杀青了 正好可以抽空好好休息一番了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减法的过程 可能以前大家都会出去吃个饭或者很多朋友 但现在对于我来说 能够在家和陪陪爸爸妈妈 然后过过最平常的生活 我就觉得就特别的幸福